民眾黨新竹市長候選人高鴻安聘請男友李中庭當立院助理 遭指控涉嫌詐領助理費 北檢在今天下午正式的分案 民主黨立委何志偉更爆料說 李中庭在兩個禮拜前就出國 質疑是畏罪潛逃 另外前民眾黨中央委員張宜善透露說 2020年的時候 黨主席柯文哲曾經要求每個立委提供兩個助理 給黨部還有黨團當作人頭 那麼今天呢民眾黨立院黨團嚴正的澄清 也前往到北檢提告 民眾黨立院黨團硬起來到北檢案令提告 要和爆料者正面對決 因為高鴻安助理費風波 已經延燒到整個黨 自身前高鴻辦公室的A助理上節目爆料 民眾黨內歸要求5名立委 都要捐出一名助理的配額 領工費做黨戶 等於是寄生國會 你躲在遮羞部後面所影射的爆料 到底是哪一件違法 到底你是誰 但前民眾黨核心幕僚張宜善 連續兩天警咬 當初就是黨主席柯文哲下的令 強調人手不足 黨團跟立委辦公室人力重疊 但絕對都從事立院工作 不過其實依規定黨團可請滿16人 民眾黨卻只找了11位助理 人有那麼好勤嗎 你不知道現在全世界都在缺功嗎 但何時尾透露高鴻安的男友 李中庭兩週前就已經出國避風頭 直接聯想就是你畏罪潛逃 是核暴擊的傷害啊 何時尾怎麼會知道 他是他利用立委的職權 去查出入境的資料是不是 這個當然是不能夠講 高鴻安的前助理們 黑到白到都在找 李先生的路程是在國內的 我前幾天還有看到他 希望假消息可以到此為止 北檢週四下午正式分案 油茶器黑金專組偵辦 但選舉只剩不鬥十天 真相恐怕來不及 稅落石出 謝謝台北綜合報導